规模到现在达到了6以上 造成了富凯饭店已经倒塌 那么目前呢 等一下我们会有一个最新的进度发展 但我们要先为大家整理了 其实不止短短14小时 就连刚才我们的这个片头要下之前 又有发生些微的摇晃 目前台北市这个样子 那吉他地区也有晃吗 有的话欢迎来跟我们来聊理 来跟我们说 好比过去14天的总和还多 累计这么多起的余震 除了规模6的两起 将近规模的也有多起 今天凌晨很多人应该都是先被咬醒之后再想 我到底要不要先把衣服穿好 因为呢以防要逃命的时候 我至少不会穿着睡衣吧 凌晨发生多起地震 同样是4月3号花莲地震的余震哦 好你可能会想问 都过了20天还有余震吗 有当然有 且气象局有特别说 未来几天还是会有余震 请大家特别注意 规模较大的主因能量释放 已经从镇央的北边调整到南边 从昨天傍晚到今天的凌晨都还是一样 有正常的能量释放 规模值得多久 很难说 但是专家说了哦 余震至少会持续半年到一年耶 好半年到一年哦 这20天来已经有前前后后 1100多起的余震了 那么先后都发生在主震正央的北边 数量衰减 不过从昨天开始哦 一系列的余震到刚才哦 位置在哪里 都是在主震正央的南边 我们刚才说北边嘛 现在是南边 那么研判同为余震的序列 当北边能量释放完毕之后呢 好 轮到相对 好 这个释放相对少的南边了 等于是先北 好 在南 那么专家他们就特别说什么呢 我们等一下就要来看 专家的一个最新说法 我们现在现场连线的 就是目前人在花莲的炳红 来告诉大家 目前今天听上边上课 而这个富凯状况的如何呢 我们一起来看看 花莲地震的最新情况 记者现在的位置呢 正是在公正街以及中山路交叉 花口的 你可以看到 我后方的富凯犯店 现在都呈现倾斜的状况 而现在拆除工作 也一直在持续 因为在这一次的话 零四零三这个主震到现在 其实已经发生了超过 一千一百起的余震 而在昨晚到今天 也已经超过一百八十起的余震 而且在刚才呢 还有几波是特别大的 刚才记者在这边 其实都可以听到地震的时候 周遭的房屋都有发 都有发出这些声音来 那么现场工作人员 也一度有先离开 这个工作岗位之后 再回来这边进行施工 不过还好刚才的余震 并没有影响到现场的施工进度 不过我们就要来关心说 现在富凯犯店的这个拆除 进度是如何 我们也邀请到了建设处的处长 来帮我们一起受访 处长你好 你好 处长我想请教一下 就是说目前你们富凯 大饭店的拆除状况 大概怎么样 可以帮我们大概简单说一下吗 是目前它这个倾斜的趋势 所以我们现在正在拆除 周边的公共设施 之后大概会去做一些支撑 填土或者是做一些H型康的支撑 然后才会开始做相关的拆除作业 不过因为现在拆除的话 这附近都是这个商店街 所以说那目前拆除的进度 大概是两个礼拜内可以完成 那这段时间是不是就没有办法 让附近的这个民众来进行营业 对为了周边的这个商家营业的安全 那还有周边这个有一些 可能会有一些观光客进来这个区域 所以为了安全 所以我们都让这个周边的这个商家先离开 禁止这些人进入到这个工区里面 我们刚才有听到就是说 你们在拆除的时候 要进行填土的这个工作 那这个部分可以 好我们因为设备关系 我们连线稍后进行 我们就继续来掌握的是专家的说法了 我们来看到的是 这个教授特别说了 照理来说余震会随着时间越来越小 因为我们大家认知的余震是 如果今天发生一个 比如说规模6或7的地震 那之后的余震应该是规模3或4或5 对不对 我们大家的认知是这样 但是事实上是从前天开始 规模达到5以上的余震是比较多的 那李教授说有一点点不寻常 那现在呢 这个地震测报中心的主任吴建復就说 不要再去听信网路谣言 什么时候会有地震 什么下大雨会有地震 闪电会有地震等等之类的谣言 都不要相信 地震是无法预测的 所以请大家要做好一些防灾的准备 比如说家里地震包 应该要赶快准备好了 来我们来看到是各地传出的灾情了 目前房子倾斜的有花莲同摔大楼 支撑的钢梁变形脱落3楼 变成了1楼 状况非常的危急 另外是昨天2点多就已经倾斜的 这个倾斜12度 目前这个角度可能还有再加大的趋势 是富凯饭店 那刚才我们的炳红也在现场 等一下我们也会有更多的最新连线报导 要提供给大家了 好 继续是哪里呢 是花莲的自强路 第六胎牛排的后方 建筑物已经整个倒塌了 另外还有是落实不断的大清水 隧道勉强 单线双向通车 但是请大家不要在这边围观了 千万不要来这个地方了 还有这个地方是哪里呢 是落实不断的 目前没有办法双向通行的 一样是大清水隧道 所以有些地方是已经道路战时的封闭 兼花莲是停止上班上课的 那如果今天您本来打算要前往花莲玩 建议直接退票 直接改票 以及直接取消 好 另外是在地震过后呢 新北双核天空传出巨响 有人以为是打雷 又以为是战斗机起飞 那么目前呢 刚刚也有人说是BR715 长绒航班飞过 因为北京暴雨延误四小时起飞 所以才会有地震密集的时段 刚好飞过新北的上空 好 请大家也不要再吓自己了 但是我们真的要做好一些防灾的准备了 就是因为这个地震震不停 其实从北到南全台有感 那么尤其是花莲已经发生连续两起哦 规模6以上的强震了 目前呢已经被列为 这个围楼的统帅 还有整袖中的富凯都已经有青岛的状况 花莲盛政府预计需要两周的时间来拆除 店家就超无奈啊 包括陈先生 他说他在这里做了40年的生意了 昨天半夜起床就已经够担心 说生财工具都在这里 家当也在这里 能抢多少 能救多少 是多少 现在呢 他像是一个房子没倒的受灾后 我们来听听他的说法 最主要是 我现在身材器具都是在 在办店里面 但现在算得到的营业损失 就大概大概 机具的话就差不多50万左右 那水果店也没办法营业啊 那我也不知道他们要拆除多久 很多的东西 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去左手去弄 我们现在是变成没有倒的受灾物 就是这样子而已 他可以在这边营业多久 我们在这边做30几年的 在这个市场40几年的 那昨天晚上3点多就来了 一直到现在 也是担心 看能不能抢救什么东西回来啊 就是等他们说可以进去 赶快弄的东西就赶快弄出来 他们市民没有料到 完全没有料到旁边的那个大盘店 会这样做 不会啊 没有料到 因为他们只是说 他我要装修大楼 里面的庄房要重新弄过 外面稍微補墙一下 哪知道是昨天晚上 顺一下就倒了 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关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肺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机能日常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肺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丛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肺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有额外的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